在世界乒乓球界有一段佳话被广为流传 那便是王楚清对孙颖莎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们的互动甚至被观众赞誉为乒乓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更因为他们之间的特殊情感 尽管乒乓球队内男女不允许恋爱 但王楚清却多次在公众面前展露出对孙颖莎的特殊情感 他们的互动总是充满暧昧和关怀 引来观众们无尽的遐想 他们之间的互动 无论是赛场上激烈的对决 还是赛场下深情的目光 都让人不禁对他们的关系充满好奇 提及王楚清与孙颖莎 这对国平界的青梅竹马早已成为了球迷们心中的金童玉女 他们从小一起训练 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的汗水与泪水 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与蜕变 无论是赛场上的默契配合 还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透露出两人之间那份难以言喻的深厚情谊 也难怪网友们会如此热衷于将他们刻成一对 毕竟这样的情感纽带 怎能不让人心生向往 随着王楚清告白事件的持续发酵 网友们也开始纷纷发挥自己的创意 恶搞起了两人的结婚账 这些照片虽然充满了趣味性和幽默感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 网友们对这对金童玉女的美好祝愿和期待 玩笑归玩笑 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 避免过度解读和恶意猜测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猜测和讨论 孙颖莎终于选择通过一篇长文来回应此事 虽然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 但从她自理行间的态度中 我们不难看出她对此事的重视和认真 无论她的回应如何 我们都应该给予她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毕竟这是她的个人私事 我们无权过多干涉 王楚钦对孙颖莎的特别观怀显而易见 尽管乒乓球队的规定 严禁对缘间的恋爱关系 但她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却引人注目 她的眷恋目光和她交谈时的笑容 为她线上的鼓励掌声 这些细节都透露出她对她的深深喜欢 这种情感表现并非偶然 而是频繁发声 足以看出她对孙颖莎的情感不寻常 这不仅与乒乓球队的禁令规定相违背 也引发了大众对两人关系的关注和猜测 在孙颖莎面前 王楚钦的态度明显与她对其他女性队友的相处方式不同 她对她的小心翼翼和疼爱之情 都在她的言行中体现出来 她会在她比赛时紧张的表情 或是她比赛胜利后的欢呼声中 给予她最真诚的关心和鼓励 这种温柔的态度 与她平日对其他女性队友的普通相处方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进一步证实了她对孙颖莎的特殊情感 最近的乒乓球界那可真是热闹非凡 尤其是王楚钦和张本志和的那场巅峰对决 简直就像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大战 话说11月24号那天 在WTT乒乓球男单总决赛的赛场上 咱们中国队的超级新星王楚钦 那可是大放一彩啊 他以4比0的绝对优势 把日本的张本志和打得落花流水 成功地将男单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因为之前王楚钦的状态有点起伏 网上还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再看看那张本志和 这小子也确实有点本事 他在之前的比赛中 击败了咱们中国队的年轻选手林诗栋 那兴奋进而 简直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又蹦又跳的 他爹张本宇在观众席上也是激动得不行 感觉好像他们家张本志和已经天下无敌了似的 要知道 如果这次张本志和真的夺冠了 那他还不得飘到天上去啊 而且王楚钦可是世界乒乓球积分榜的第一名呢 这实力可不是盖的 但是咱们的王楚钦可不是吃素的 他就像是被点燃了斗志的火焰 在比赛中那是火力全开啊 他可能是想着要为林诗洞报仇 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总之 他在赛场上的表现简直太出色了 张本志和被他打得毫无海手之力 甚至连发球的时候手都在不停地颤抖 这比赛结果那还用说吗 王楚钦完胜 嘿你知道吗 在第四局比赛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 咱们的莎莎居然来到了现场为王楚钦加油助威 这可把王楚钦给激动坏了 他在场上打得更有劲儿了 再看看观众席 咱们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们都穿着红色的战袍 做得满满当当的 那场面可壮观了 相比之下 张本宇就显得孤零零的 一个人坐在那里 眼神里充满了失落 比赛结束后 张本宇那嚣张的气焰一下子就没了 整个人就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咽了巴唧的 他可能也意识到了 不管他怎么培养张本志和 想要打败咱们中国队 那还是差得远呢 这场比赛 王楚钦不仅赢得了冠军 还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 他的出色表现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网友说 王楚钦太棒了 他的实力和心态都太强大了 不愧是中国队的骄傲 还有网友说 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看得我热血沸腾 王楚钦加油 继续为国争光 其实 王楚钦能有今天的成就 可不是偶然的 他从小就开始练习乒乓球 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努力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 无论是发球 接发球 还是进攻 防守 都做得非常出色 而且他的心态也非常好 在比赛中能够保持冷静 不被外界的因素所干扰 除了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王楚钦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喜欢和队友们一起开玩笑 打打闹闹的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还非常喜欢音乐 经常在休息的时候听听歌 放松一下心情 不过 王楚钦的成长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也曾经遇到过挫折和困难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直都在努力地克服困难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总的来说 王楚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乒乓球选手 他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的新希望 在我看来 王楚钦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努力和天赋 还离不开中国乒乓球队这各强大的团队 中国乒乓球队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培养年轻选手 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训练环境和机会 同时 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也非常专业 他们能够根据每个选手的特点和不足 制定出个性化的训练计划 帮助选手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此外 王楚钦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歧视 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 要像王楚钦一样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困难 努力地克服困难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 让我们一起为王楚钦加油 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创造更多的辉煌 孙颖莎和王楚钦在2022年澳门公开赛碰头 那场比赛可成了当时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 那一年 王楚钦在看孙颖莎比赛时 大家都说他像是在祈祷的男孩 这场景真的暖了网友的心 还让大家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种超越比赛的感情 让好多球迷都把他们当成了一对CP 比赛一结束 孙颖莎和王楚钦就回北京了 他们在比赛里经常配合 但日常中偶然碰面 反而感觉更难得 机场巧遇一起买东西 还有他们互动的小动作 都成了网友们的热议话题 这些小事儿在粉丝心里 就像一幅美丽的滑 让人忍不住想多了解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沙特之行让我心潮澎湃 感觉太棒了 孙颖莎和王楚钦在沙特大满贯赛事里 关系越来越明显了 场下他们相处得很自然 一起买饮料 入住时还发生些小趣事 看上去很温馨 也超亲密的 孙颖莎拿到冰淇淋后 王楚钦就开始碎碎念 他俩之间的聊天互动特别轻松 感觉他们关系超好 默契十足 网友们的想法和期待各不相同 都在等着看后续发展呢 孙颖莎和王楚钦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让大家都挺好奇的 网友们都在猜他们啥关系 从队友到情侣啥说法都有 大家都挺激动的讨论这事儿 不过大部分粉丝对他们俩的关系 都很理解 也没太激动 就希望他们在比赛之外 能健健康康的 事业也越来越好 赛场上 大家都懂对方 配合得特别好 孙颖莎和王楚钦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搭档 比赛时配合得特别默契 简直就像一个人似的 他们在混双比赛里配合默契 单打时也互相打气 始终展现出团队精神和专业风范 他们不仅在技术上互相弥补 更在无形中给予对方支持与理解 孙颖莎和王楚钦 他们在澳门和沙特都玩得挺嗨的 他们的互动 就像是体育圈里的闪亮明星 大家都爱看 他们的互动不只是比赛的附属品 更是情感和成长的真实体现 期待未来 他们能在更多比赛中继续大放异彩 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在天佳祭 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故事 真的展示了体育界里很特别的一面 就是那种互相理解默契十足的感觉 太赞了 无论是在比赛中的默契合作 还是在生活里的小互动 他们都真心实意 不藏不噎 给我们展示了运动员的好榜样 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里 能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赛场上 他们是对手 生活中 他们是朋友 而在球迷眼中 他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金童玉女 孙颖莎和王楚钦 这对从亚绍赛一路并肩 走到巴黎奥运周期的年轻人 再次评级一场赛后 小互动冲上了热搜 孙颖莎一句话 直接引爆全网 孙颖莎跟王楚钦说 只要你拿冠军 我就同意你 捏我的脸 孙颖莎和王楚钦 一个是被称为小魔王的天才少女 一个是队内的大头哥 两人不仅在赛场上成绩亮眼 私下的互动 更是让人感受到 他们的纯粹和真实 但别看两人 平时嘻嘻哈哈 到了赛场上 那就是铁血战士 孙颖莎的比赛风格 以速度快 反应敏捷 攻手兼被著称 她的正手胡圈球 又快又刁 逼得对手 根本喘不过气 而她在心理素质上的强大 更是让人佩服 比赛中不管比分落后多少 她总能沉着冷静 找到机会反击 王楚钦则是另一种风格 看过她打比赛的球迷都知道 大头的球风充满力量感 她的正手暴冲堪称中国拼弹的重炮 尤其是关键球上 她的出手果断又精准 最近的几场比赛中 她更是展现了自己在双打中的默契和配合能力 可以说两人在技术上的互补 让他们的组合成为中国队的一大杀器 孙颖莎和王楚钦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从青春期一路相伴到如今的故事 两人从16岁开始一起参加国际比赛 7年的时间下来 已经培养出了超越普通队友的默契 球迷们常开玩笑说 他们俩越长越像了 你说巧不巧 连动作都总是整齐华一 不仅是球技上的默契 生活中两人也是互对模式不断 一次直播中 孙颖莎直接告状王楚钦总爱捏她的脸 气得她直呼脸都被你捏火了 而王楚钦呢 她倒是一脸无辜 说谁让你脸那么软 看到这儿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唐田得后人 其实 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调侃和依赖 更多的是一种彼此信任的体现 七年时光打磨出的友情 让他们在生活中可以轻松玩笑 也能在比赛时绝对信赖对方 别看两人平时互动有趣 但对于比赛 他们始终充满敬畏与拼近 就在最近 孙颖莎在直播中跟王楚钦摊牌 只要你拿冠军 我就让你捏脸 这话让人听着有点逗 但也能感受到 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鼓励王楚钦在比赛中全力以赴 其实 像这样的小互动 正是两人对彼此的一种心理暗示和激励 竞技体育的世界里 胜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而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能帮助运动员减压 激发出更好的状态 有网友打句说 莎莎这是用脸在激励大头啊 这么软的脸 大头怎么舍得不拿冠军呢 更有不少人表示 这对神仙搭档 真是让人从赛场到生活都看得开心 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 中国乒乓球队的青春缩影 为了站上冠军领奖台 他们从小就要经历高强度的训练 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但这些汗水和泪水 也正是他们成长的养分 孙颖莎曾在采访中说过 每个冠军背后都是无数次失败的积累 这句话听着简单 但却道出了运动员的真实生活 王楚钦也是如此 他小时候因为训练太苦一度想放弃 但最终 在家人和教练的支持下 他坚持了下来 正是这种坚持 让他们成为了如今世界顶尖的乒乓球选手 我们在家人和教练的乓球选手 我们在家人和教练的乓球选手